蔡霞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 中共內部有不少紅二代在反思和質疑中共體制 他們中有人認為 反思1949年後 共產黨在中國建立的這套體制究竟對不對 還有人認為 反思必須從1920年中共產生時開始 蔡霞披露 這些人屬於紅二代的中層 也就是父母在五、六十年代位處軍師兩級的人 他說 中共執政以後建立了一套等級特權制度 這些紅二代按父母的等級享受特權 成為一個類似八旗子弟的貴族階層 現在很多紅二代身居要職 控制了中國的行政、資源和軍隊 並沒有實現中共建黨初期聲稱的 主權在民、主權還民 蔡霞認為 這是身為紅二代的原罪 實事評論員唐靖遠分析說 他們的反思是基於兩個原因 一個是他們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發現 中共的理論 中共當年許下的很多所謂諾言 其實都是謊言 唐靖遠認為 紅二代反思的第二個原因 就是他們的父輩、朋友、圈內人 甚至包括他們自己 在不同的時期 因為不同原因得罪了中共當局 導致他們在不同程度上 受到了中共體制本身的侵害 因此發現了中共體制的這種絞肉機特徵 是一個最突出的徵兆了 不過 唐靖遠認為 這些紅二代的反思 大多還只具現在中共建政以後的 一些具體政策層面上 而對中共建立的理論 中共的本質層面進行反思的人 只是極個別的 蔡霞在採訪中還談到了 她對當下中國社會的觀察 以及她為中國走向現代民主政治勾勒的路線圖 她認為 中國真的要走向現代民主政治 只有八個字 去習、非共、變革與和平 推動這個進程 唐靖遠說 比如第一步 讓習近平下臺 他會答應嗎 現在刀把子 槍桿子 包括筆桿子 全部都在他手裡 習近平當前對中國的控制程度 對中國社會的控制程度 甚至超過了當年的毛澤東 如何把他弄下去呢 原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元華表示 去習非共這種路線是針對個人 而不是針對制度 她認為 共產主義就是禍害人類的 這是大前提 人只有跳出共產邪靈的束縛 走入解體共產大潮中的時候 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